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 我是主播王荣升 如果您想获得更多关于亚洲的时事新闻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 马上带您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佩洛西让习近平火大 封锁海峡 封锁全岛 航母与核潜舰都参加 那解放军展开三天环台大型军演 中国海军研究院研究员张军社就透露 此次演习首次组织航母编队参与 还安排了核潜艇配合行动 构建海上立体作战体系 而且演习实战背景很强 随时可以游训转战 那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就说 这次的演习范围广 靠岛径 绿度强 要素权 效果好 对台形成了关门打狗的态势 杨氏报道 东部战区空军 海军 航空兵 出动上百架的尖机机 轰炸机等 那奔赴台湾北部 西南 东南空域 执行跨昼夜联合侦察 空中突击 那资源掩护等任务 从电视画面上看 包括歼20隐形战斗机 另外有十多艘区护舰连续在台湾周边海域 展开实行联合封控行动 对火力尸射区域进行扫海警戒 张军社就向北京环球时报表示 此次的演习首次在台岛以东设置靶场 当时为美国众议长佩洛西护航的 美国列根号航母编队在这一带 在发布重大军事演习消息后 其由台岛东南连夜向东后退几百公里 充分反映出远遇射止能力 那张军社还透露 此次军演解放军首次组织航母编队威慑演练 并有核潜艇配合 中国两艘航母辽宁舰及山东舰 日前都均离开母港 有舆论早已猜测 可能与佩洛西访台有关 孟详卿就说这次的大规模 实弹演习不仅是最接近台湾的一次 在战略上也有特别考虑 从六个演习区域来看 北部偏西的演习区位于福建平潭岛 是台海最窄处 解放军在此摆兵布阵 可以封锁台湾海峡北口 有两个演习区域在台湾北部 可直接封锁基隆港 位于台岛东部的演习区域 则直接针对台湾花莲 台东军事基地形成正面打击态势 位于墾丁半岛东南部的演习区域 则有效地协制巴士海峡的出入口 位于台东西南部的演习区域 紧贴高雄左营 这六个区域连接就像个江绳 把台独死死困在台湾岛内 再来我们关注导弹飞入经济区 警示日本 匈野博一四日在记者会上就进一步表示 中国在日本近海设置了训练区 如果进行实弹演习 可能会影响日本和日本人民的安全 对此表示严重关切 匈野在三日的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已宣布从四日起在台湾周边海域的六个地点进行军事训练 演习区域包括日本专属经济海域EEZAC 从进行实弹射击训练这一个角度考虑 日本对中方表示关切 当被问及应对演习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时 他说防卫省和自卫队在通常情况下 也在日本周边的海域和空域进行警戒 监视和信息收集活动 8月2日晚一架在这佩洛西的美军运输机抵达台湾 中方对此已与强烈的对抗 宣布将于4日中午起在台湾周边六海空进行实弹训练 这包括台湾东侧的日本专属经济区 它比中国在1995年和96年 台湾海峡危机期间 中国发射导弹的地点更靠近日本 中方宣布的这一演习区域 位于从南北、贾住、冲绳县与纳国岛 距离台湾约110公里的位置 自民党外交部会会长佐藤正九 三日在党内会议上就表示 日本和美国没有不和台湾团结的选择 佩洛西访台在表示团结上是很重要的 岸田文从首相三日上午在首相官邸会见了 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 两人进行了约30分钟的谈话 就佩洛西访日事宜进行了讨论 据外务省官员就称 岸田与佩洛西将就台湾局势和美中关系等交换意见 再来我们关注东盟担心台海冲突升级 佩洛西台湾之行加剧两岸紧张关系之时 东盟外长会议在今天召开 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都参加了这场会议 外长们发表声明呼吁避免让冲突升级 并发出警告 紧张局势或导致大国之间的误判 严重对抗 公开冲突和不可预测的后果 周三 G7外长已批评了中国对佩洛西访问的反应 在一份联合声明中 外长们指出中国没有任何理由 以访问作为台湾海峡采取侵略性军事行动的借口 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宣布的威胁性姿态表示关切 这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事态升级 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氏 也到达当地出席了东盟外长会议 不过并没有中美双边会晤的安排 王毅对G7外长的声明发出反驳 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 他表示七国集团外长的声明颠倒黑白 混淆是非 无端指责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合理合法举措 他们何来这样的权利 谁给他们这样的资格 他还补充说 国际社会里应明切的反对 任何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行径 抵制一切对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地区国家更应当团结起来 反对强权霸道在本地区横行 王毅再次的对佩洛西访台表达立场 他说佩洛西的表演是美国政治 美国外交和美国信誉的再一次破产 证明美国是台海和平最大破坏者 是地区稳定的最大麻烦制造者 证明美国的印太战略 及其具有对抗性和危害性 证明美国对国际规则的虚伪与双标 他还表示 美方践踏国际法 违背双边承诺 破坏台海和平 支持分裂主义 鼓吹阵营对抗 是对中国人民与爱好和平的 地区各国人民的公然挑衅 是必然带来恶劣影响的一场政治赌博 那东盟成员中 有一部分国家与中国关系密切 比如缅甸、柬埔寨和老挝 也有一些国家对北京及其在国际舞台上 日益增强的自信保持警惕 东盟外长在周四的声明中 没有直接提到台湾 不过表示 东盟随时准备 在促进和平对话方面 发挥建设性作用 菲律宾政治分析专家 海达里安就表示 台湾位于东北亚和东南亚之间 这意味着与中国的紧张关系 可能会让这两个地区都感到不安 他说台湾和中国大陆 与地区的许多国家都有非常紧密的经济关系 台湾是全球半导体的中心 所以如果发生什么事情 也会影响到整个地区的供应链 因此他认为 东盟将尽最大努力 发出声明的同时 在会外与中国、美国和其他各方 进行非正式接触 以确保情况不会比现在更糟 他还补充表示 习近平不可能完全不做任何反应 但与此同时 他不认为习近平在寻求大规模的冲突 海达里安还指出 即使佩洛西事件 没有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但就台湾而言 这是美中关系一个 非常危险插取的开端 与此同时 你可以看到 即使在台湾内部 关于这次访问 也存在越来越多的分歧 有人会问 我们是否希望 美方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支持 因为即使佩洛西不来 他们仍然可以得到很多支持 那路透社就报道 周四布林肯并没有 就佩洛西访台发出表态 与印度外长苏杰森会谈后 他对媒体表示 双方有着共同的愿景 希望有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 新闻的最后 我们一起来关注 伊拉克未解的政治危机 美国华盛顿邮报就称 与伊拉克政府 组建有关的街头抗议 本周和平结束 但该国政治危机 已进入后果未知的新阶段 因争斗精英 没有表现出任何解决危机的迹象 该报就指出 尽管什叶派领导人 萨德尔在立法委员会中赢得最多席位 已经过去十个月 但该国什叶派 逊尼派和库尔德集团的政客 仍在继续就新政府的形势 进行激烈的斗争 那萨德尔现在退出了 组建政府的谈判 而他的追随者 则在伊拉克会议大楼 扎营视围 那华盛顿表示 该国的预算尚未获得批准 国内的问题正在累积 公共工程项目被搁置 电力网络时段 时序 还有其他问题等待解决 该报就说 在美国入侵伊拉克近20年之后 伊拉克跟政党 仍在某种政治游戏规则下工作 即这个国家通过一个共识系统运行 该系统让每个人都有一席之地 让每个人都能获得 丰厚石油资源带来的财富 而这些财富通常是通过 全贷关系和腐败来获得 但什叶派领导人萨德尔试图组建一个 将他的什叶派竞争对手 前总理 奴里 玛利基 排除在外的政府 但未能成功 这引发了动荡 将伊拉克推入了一个 令人担忧和未知的境地 萨德尔现在督促他的追随者 走上街头 推翻美国入侵伊拉克后 形成的政治制度 他认为伊拉克拥有一个腐败的政权 但政治分析人士就认为 什叶派领导人的举动 是一种新的尝试 试图控制伊拉克分裂的什叶派派系 进而控制整个国家的政治舞台 正如哥本哈根大学助理教授 政治分析家法纳尔·哈达德 认为 萨德尔似乎一心想重塑 与权力分享相关的安排 他已经证明了 他的追随者可以占领议会 他已经证明了 他们可以占据公共场所 《华盛顿邮报》 报道就称 在未解决危机而进行了数月讨论后 新政府未能组建 萨德尔和属于其派系的议会 代表退出讨论 并将退出 视为对国家政治制度的谴责 萨德尔使他的追随者 仍在伊拉克权力机构中任职 这导致分析人士去推测 通过这个举动 他正在寻求一直被看不起 参与该国支离破碎的 选举政治的民众基础 分析人士还认为 领导人萨德尔试图边缘化 他的什叶派竞争对手 让他成为主导政府组建的重要力量 《华盛顿邮报》就称 当泄露的录音出现时 萨德尔的努力暴露无遗 录音中 马利基称萨德尔奸诈又腐败 为一场只有一个胜利者的战斗 做准备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荣升 感谢您的支持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涉及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